中共海警与海上民兵船23号包夹菲律宾海巡艇 并向菲律宾补给船多次发射强力水柱 导致两名菲律宾军人分别缝了13针和7针 菲律宾参谋总长26号前往探视 并表示将对南海补给行动实施变革 美国和南韩本周成立特别工作小组 以阻止北韩非法采购石油 声明指出石油是北韩发展核武核飞弹 以及军事态势的重要资源 而美韩双方也对俄罗斯向北韩提供精炼油的可能性表示担忧 俄乌战争持续 乌克兰正大量投资国防产业 希望自制武器和弹药产量增加能扭转战局 乌克兰今年度用在发展自制武器的预算将近14亿美元 是俄乌战争开打前的20倍 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小罗伯甘乃迪 26号选择富有的矽谷律师夏纳汉作为竞选搭档 小罗伯甘乃迪是已故总统约翰甘乃迪的侄子 也是反疫苗的倡议者 他是近30年来美国最受欢迎的独立参选人 支持率达到12% 外界认为他对拜登的威胁越来越大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明镜词练乱